梅雨拒絕到了 最近這幾天不斷地下雨 新民眾應該都很不喜歡下雨天吧 像最近一下完雨 門診就多了很多 感冒、過敏甚至氣喘發作 因為感冒嚴重到肺炎、肢氣管炎的朋友 如果我們不小心淋濕了該怎麼辦 底下我們有幾個小小的建議 第一個 我們淋濕了 趕快把衣服把它脫掉 換成乾淨的衣物 免得因為溫差大 造成免疫下降 研究商認為 只要體溫 溫差一大超過7度 會想起所謂的免疫警報 這個時候身體的免疫力最低 所以旁邊的病菌就很容易趁虛而入 第二個 我們可以適當地泡個熱水澡 泡熱水澡可以把我們的體溫做個回升 讓我們軟軟身子 免疫力可以適度地提升以外 另外也可以把身體上面沾染的一些病菌把它沖起掉 第三個 洗完熱水澡之後 我們趕快穿起一件保暖的衣物 把軟氣把它打開 吹風機稍微吹一下 可以延續我們保暖的動作 讓免疫力再穩定一點點 第四個 把窗戶打開 讓房間維持一個通氣順暢的狀況 因為下雨天特別多病菌會留在室內 黴菌也有可能會誘發呼吸道的一個刺激 四個小屁股來做一些身體上面的保健 供各位朋友參考 好 好 好